灵魂真的存在吗?灵魂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在世界所有的文化中,思维和肉体,或者说是灵魂和身体,都被视作是迥然不同的东西。 不管是中国、埃及、或者巴比伦、或者是欧洲, 全世界的民间文化都认为灵魂是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的。 其实,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在哲学上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近代哲学创始人迪卡尔首先提出了身心二元论。 迪卡尔认为,身体和心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 因为心灵是实体,所以心灵可以不依赖于身体独立存在。 心灵的本质是思维,而身体的本质是广延。 作为二元论的创立者,迪卡尔把身心做了分离。 但是迪卡尔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身体和心灵是如何沟通的问题。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迪卡尔的二元论做了进一步的延伸。 他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人的大脑可以被放大为一个磨坊那么大, 我们可以进去参观。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思维机器的时候,会和想的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大脑中我们只会看到相互推动的齿轮, 但是却看不到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莱布尼茨说,一台机器可以制造出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产品, 但是这些机器的齿轮却永远也无法制造思维。 他认为人的身体是光颜,它服从于机械法则, 而人的心灵则不是光颜,它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我们还不知道。 心灵的活动是内在的,所以思维只能是神的场物。 迪卡尔的身心二远论很快遭到了挑战, 英国哲学家赖尔站了出来, 他认为迪卡尔的身心二远论存在着重大的范畴错误, 因为心和物不属于同一个范畴。 按照迪卡尔的观点, 心灵是独属于个人的隐秘的世界, 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他人的心灵。 这就好像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盒子中的甲虫。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 盒子里有一个甲虫, 但是这个盒子我们永远无法打开, 我们既看不到对方盒子里的甲虫, 也无法向他人描述自己的甲虫。 那么这个甲虫真的存在吗? 赖尔认为, 迪卡尔的心灵就是这样的一个甲虫, 我们既无法自知, 也无法向他人描述, 更无法了解他人的心灵。 那么此时心灵就类似于康德的物字体, 任何人都不可知。 那么既然任何人都不可知, 它为什么还要存在? 赖尔用了一个比喻, 壳中幽灵。 按照迪卡尔的二元论, 人的肉体是一个有形的机械, 而心灵则是一个无形的幽灵。 赖尔认为, 对这种不可知的幽灵的探索,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赖尔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作为英国的哲学家, 赖尔对不可知的心灵, 秉承了英国一贯的经验主义传统, 他借借了休默论证因果律的方法, 他绕开了不可知的心灵, 转而根据身体的行动去重新定义心灵。 赖尔说, 我们考察一个词, 比如说阴险, 那么你是如何确定一个人的心灵是阴险的呢? 你必然是根据他的语言或者行动做出的判断, 比如说两面三刀, 比如说说一套做一套等等。 所以我们在考察他人心灵的时候, 都是根据他的行动去做判断的。 一切表面上关于思维的描述, 其实质都是关于这个人的行动的描述。 所以赖尔认为, 人们的行动就是心灵的另外的称呼。 赖尔的思考力图消解不可知的心灵问题, 但是这显然是行人下的思考。 虽然赖尔避开了心灵的问题, 但是它并没有让心灵问题消失, 因为我们每个个体都可以从直观感受中知道, 我们的心灵活动是存在的, 但是心灵或者说思维就是一个暗箱, 我们无法打开它, 它看不见摸不着, 我们没有任何抓手研究它。 当哲学家对心灵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 科学家开始挺身而出。 现代的科学家力图把心灵问题, 也就是意识问题, 还原成脑科学。 他们认为思维的本质就是各种脑神经活动, 他们希望能通过脑科学的研究 突破这个纠缠人类几百年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 他们再次误入歧途。 因为他们这种研究和莱布尼茨的 模仿思维实验一样, 当科学家试图用怀远论从物质的层面 去怀远思维本质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模仿, 他们看到的都是齿轮, 繁杂的神经细胞和奔勇的电信号, 他们照样不知道人类的思维是哪来的。 这是一个明显的奇路, 到了当代, 人们已经放弃了通过物理学的怀远论去研究心灵问题的想法。 美国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 身为蝙蝠是何种感觉, 他论证的物理的怀远论无法将思维怀远为他者的感受。 比如一只蝙蝠, 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的手段去研究蝙蝠, 直到它靠声纳定位世界, 靠空气动力学去飞翔, 但是我们永远无法以自身的思维去体验蝙蝠的思维, 这就是紫飞鱼的问题。 你无法获得蝙蝠的真实体验, 你永远也不知道身为一只蝙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而思维的探索也一样, 所有的物理学探索只是告诉你脑电波是如何运作的, 但是它们永远不知道你脑中灵光一闪, 决定中午吃猪脚饭还是吃泡面, 这个想法是如何来的。 身体和心灵的关系是心灵哲学永恒的话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微光是, 在量子力学取得突破之后,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明确, 人类心灵的活动和量子力学有着重大的关联, 它完全不同意传统的机械主义。 当然对UP个人来说, 我们依旧信赖康德的观点, 我们要限制理性, 为信仰或者自由意志保留一块领地。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把心灵问题玄制, 不让它和任何他者发生关系, 唯有如此才可以保障人类终极的自由意志。